大家好,我是大雷 今天又到松子加工厂了 然后今天开始炒了 领大家看一下这个步骤 这个大厂院 大家还记得吧 之前这都晒的是松子 松子晾晒完以后呢 就需要来烘草了 在这边,这边就是加工车间了 这是厂长 晾晒完了之后 需要再怎么做呀 分选 分选 分选的目的 分大小个 就是把它大小给它塞出来 咱只要大的 把空瘪的不用这双去掉吗 空瘪也一招也都去掉 但是它去的不是那么近 熟的时候还得选 熟了还点选 这一步主要就是分大小 分完 就是把皮的 都给它吹出去 也都去的 但是别的应该怎么不能进 但是还得第二次风险 还有第二次 就是晒完了 风险一下 分出大小颗粒 然后在哪一步啊 再是 然后再一步就是 烘干了 烘干 在这个设备里烘干 烘干 烘干完了之后呢 烘干完了之后就是开口 开口 这个是开口机器 对 就是装进去 然后搭贴 然后机器 好 就可以给那个松车开口了 这个就是开完口的呗 这是开完口的原料 哦 看了 啊 这里面看了 有一些那个都开口了啊 大部分都开口了 99%了 啊 99% 对 啊 看着了 啊 这个口能大一点 嗯 大一点点 啊 这些都是开完口呗 对 开完口之后再炒呗 被炒 这个机器就是炒的 这个机器就是炒的呗 这个机器就是炒的呗 啊 这个现在这机器在这炒的 这大机器 这一回能炒多少钱 480 480 480 都是固定好的 对吧 对对对 就是每一次炒都定数 定时间 对 都有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那个啥 固定的接住 固定的进数 固定的时间呗 都规格化了 炒完之后呢 炒完之后 炒完之后 炒完的 啊 这个是炒完的 嗯 今天炒完放了一手 哦 晾晒晾晾凉的呗 哎呦 不是那样就能炒一手啊 炒完之后也是炒的 哦 你这还闷呐 对 正常不得摊开吗 不不不不 不摊 那个就在火门上的时候 啊 哦 焖上了 哦 焖上了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 这地方 然后呢 这机器就是 把别人彻底拆在塞 啊 这个就是也是风险机呗 这个事 也是风险机 把那个 这些东西砸碎都给他过滤出来了 看到吗 这是 那个松枕上的那些小磨的 嗯 啊 就给他处理出来了 这些碗 把这些东西给他去掉了吧 这是空壳 空壳 空壳 嗯 啊 这里了还有一些杂质吗 嗯 这头上挑的这个棍子多呀 这在人工选了 这在人工选 对对对对 啊 这完之后就在上岸子了 啊 就是 这个风选完了 就开始人工再挑一遍 上岸子 上岸子选 啊 挑选 然后再包装 就完事了 这一套这几个步骤了 也快十个了吧 一套多了 很轻松 啊 我看这有点将近 这八个步骤是有了 对 啊 我看这个籽特别干呢 对呀 这晒的可干可干 这个干度啊 这个更干是吧 真干啊 一点水都没有了 是不是不干的话 炒出来也不好吃 不是不是干嘛 它炒出来也不好吃 有费火有费劲 费火还费劲 对对对 啊 这每一步都很重要 对 这个继续就上去了 啊 啊上料了 自己就上去了 行挺好 哦这是晒完的时候 再上去再烘干 对啊 哦天啊 你要是晒完的就烘 那就费劲 哦 对的晒完 哇 这是烘完了再还点炒 对 烘完了 开口 开口吧 再炒 炒完了还点风险 还别的选择 啊 选完就是人工再 在手飘 飘完之后 最后一步 怪不得卖的那么好 大家老喜欢了 啊 对啊 费劲啊 对啊 费劲啊 这点是不是 松子 刚才让厂长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松子从树上打下来到大家的手里 大家算了吗 有多少个步骤 知道了吧 从松塔的状态到变成草熟的松子 这中间经历了太多了 所以说松子的价格贵是有原因的 而且这一批吧 整完了好像是马上松子价格又要上涨了 因为也快到年底了 这些三货都会有一定的小幅度上涨 想吃的抓紧啊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